日本不敌台湾连霸梦碎 特派记者林佑陈舍 记者尼婉军综合报道 日本队今在亚洲轻棒锦标赛以1比3不敌台湾 也却定无法挑战连霸 由于日本全场只敲出两支安打 监督永田玉之则说 这是我的责任 日本队在两年前于台中举行的亚青冠军战 以1比0击败台湾夺冠 连同预赛时以3比0击败台湾 那一戒就让台湾连吞18个鸭蛋 如今台湾队复仇成功 今晚在王彦成一夫当官下 仅让日本队击出两支安打 更让日本队后天只能和中国征绩军 请继续往下阅读 日本队不止受制于台湾左头王彦成的头球 金足农王牌吉田辉星 更是中级五局势两分吞败 吉田在后也很自责 窝头的完全不行 对不起 他对台湾队挥棒迅速面接也印象深刻 日本队未免梦遂 后天仍需振作和中国队争继军 不管如何 不守住第三名是不行的 永田说 我来说 对